BTS前员Suga今日邀请Seventeen后辈 陈云Hoshi一起出演饮酒频道 唱聊偶像甘苦谈 其中Hoshi感谢BTS打开美国市场 让K-POP后辈们顺利的走向国际 对此Suga谦虚表示后辈们都各评实力闯美 Hoshi更感叹BTS也创下许多先例 现在年末舞台动用群众伴舞 创造大型华丽视觉 就是从2014年BTS的乐军表演开始 Suga便突然开玩笑道歉说 BTS对K-POP有太多的不良影响 比方每日的防弹在活动结束后更新人证照 以及Bumb and Bump记录日程幕后故事 都是从BTS开始 也让粉丝们感叹BTS真的让K-POP文化更丰富 舞台品质也不断提升令人赞叹 对不起 我们在K-POP上有很多不错的事 因为 我们在K-POP上有很多不错的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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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在K-POP上有很多不错的事